在這裡 在這裡 兩名少年騎車被攔了下來 警方深夜領檢覺得這兩人 看起來一臉稚氣 疑問之下原來是未成年 無罩駕駛 眼看他們身色好慌張 好像有什麼事情怕被發現 一會兒抓頭 一下又咬指甲 這些小動作讓警方覺得很可疑 直覺這兩個人不對勁 肯定有鬼 置物箱一打開 拿出手電筒照牙照 果然找到了毒咖啡包 其中一名少年立刻拿下了安全帽 似乎想跑 遠景趕緊搭檢控制 置物箱打開 並發現有36包 俗稱咖啡包的混合型 安非他命 總重為251.45公克 正月7號晚間11點半 警方在汐止康寧街 執行攔檢勤務 兩名少年騎車雙載 在置物箱裡藏了36包安非他命 年紀輕輕不學好 持毒被抓 將這對救救朋友一塊抓進警局 記者楊中盛 新北市報導 新北市會の市場 居民的新北市場